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知从何时起大清的官患中滋长起了中饱私囊之风 上下官员热衷于大清土木 大多是为了一己之私利 先是乔立明目 上下游说 一挨功成核准 款项下波 上下相关官员就沆瀣一气 层层剥皮 自己先吃饱了再用于工程 最终用于工程的款项 往往还不到下波款项的一半 你们说这样的工程能永固百年吗 他们自己都不会相信 鬼都不会相信的 朗海卿 朕在 朕让你熟理工部 就是让你杀住这股风 从这次圆明园的休息工程开始 你就要把住关口 堵住漏洞 如果有人胆敢侵吞工程款项 一定严惩不耐 臣不敢辜负圣望 一定肃清歪方 保证工程永固百年 何臣 朗三臣 工程什么时候开始 户部已将银两拨到了内务符 由恒扇来采办工料 一旦工料到位 工程立即开工 传恒扇 到万春炎 问话 奴才恒扇 靠近黄帅 你的脖子是怎么回事啊 启禀华长 奴才把这文武双量无品的脖子 变在一起了 做成了文武双量脖子 皇上 离开 华中取手 蝙蝠治观国体 怎么可以视作儿戏 你竟敢别出心裁 善改阻治 你怎么以为这样可以彰显皇上之恩典 汉目虚荣 不知自爱 弄巧成拙 你到附海里照照你自己 滑稽可笑之状与非有何异 哪还有一点大清官员的端庄威仪 皇上息怒 奴才支罪了 奴才支罪了 皇上 我是看何代人他这么穿的 我是跟他学的 皇上 您看 奴才穿的是那种骨子吗 皇上 我与你无冤无仇 你何故诬陷于我呀 皇上 何代人那块骨子 他迎着光看 是文二品的紧急图案 他背着光看 是武二品的狮子图案 他站着不动 站着不动 但人看不出来了 真是从何说起 何真 你给朕转上几圈 让朕看看 主闻啊 陈朕 你也仔细看看 证明 皇上 那周大人 您看好 主爱卿 你可看出 何身的骨子有何异常 启禀皇上 何大人的骨子 就是文二品紧急图案 臣没有发现有什么异样 皇上 何人今天没穿那块骨服 但是他以前真的穿过呀 主闺 臣对 你看见过吗 臣确实没有看见过 那你们呢 没见过 皇上明鉴 奴才何曾穿过什么会变化的骨子 你给 皇上 何大人他以前真的穿过 他别人没见着 只要奴才一人见着的 够了 何善 你贪慕虚荣善改组制 还不思悔改 你血口喷人陷害重粮 何爱卿 奴才在 你是内务府总管 彭善就交给你处置 一定要严肃成办 以敬向有 奴才遵旨 还有你 皇上 何人 何人 我一时糊涂啊 我的小命都在您手里了 您就大人不计小人过 就饶了我这次吧 饶了你 怎么饶啊 这是皇上交代下来的事 我可不敢马虎 怎么处置 还不如您那一句话呀 您就放了我这马吧 我求求您来 现在求我了 你早干嘛来的 你在我手下这几年 我时时处处探护着你 给你担了多少风险 就拿茶饭凉电这件事来说吧 如果不是我跟你想折 你过得了这一关吗 可是你怎么样 你是恩将仇报啊 在皇上面前往我身上泼脏水啊 那双链补子 是我让你在外边场子抖抖威风的 我让你在皇上面前显摆了吗 现在皇上怪罪下来了 你让我怎么办 我要是不查办理的话 我那是抗旨不遵啊 再者说吧 你给了我什么好处啊 值得我为你冒那么大风险 你脑子瓜子不灵 我和尚可不是傻瓜 这事疼天了 我只有暂停你内务府采办之职 那过了风头再说吧 何大人 何大人 这修圆明园 急需大量专时木链 您 您这时候撤我的职 断了你的财路是不是 这 这 何大人 您是个明白人啊 自然少不了您的了 这件事我让谁办不行啊 我为什么非要用你这样一个 待罪之人呢 何大人 下官该死 前几天啊 你送给我们那批两款 我如数奉还 您 您就高财贵手 饶了我这次吧 我求求您了 真是没办法 谁让我这个人这么心软来的 行 面临我同僚多年 我就再帮你一次 这样 你先那么一急处 赵福成啊 交五万两一对银 我没关职 缓缓再说 皇上气还没消呢 不过 采办的事 你还可以尽心做 等过了风头 我再赴你的原职 多谢何大人 多谢何大人 好了好了 起来吧 起来吧 这件事 千万不要满世界张扬去啊 别再给我惹麻烦了 下官不看了 去吧 那个是把您的死 他还没关系 我说您不过你 你自己保护起来 是我去哪做的 什么开情 我的家 回味无穷啊 尚品 偷偷半日前 与知己一起赏花品名 岂不快哉 只是 这是什么 原本应该是三个人的雅集 现在只剩下你我二人了 道不同不欲谋 王大人 和珅哪 早就和你我的道路不同了 少了他 没什么可惜的 前天因为补子 皇上跟恒扇大发雷霆一事 你还记得吗 当然记得 当时我在场 恒扇是不是说他是跟和珅学的 当时啊 和珅是尸口苟人 他还做着和你那个无辜的样子 我想这段恩怨 肯定跟查办良殿一事有关 啊 王大人 你这么一说呀 老夫是豁然开朗 对 对 和珅 跟恒善这笔交易 就因为奔赃不均 他就用文污补子请君入梦 等到恒善钻进去 他就趁机勒索他 这是和珅惯用的手法 对 肯定是恒善已禁就犯 和珅又去让他采办 修弃圆明园的功料 这样贪污下来的银两 和珅也能分得一杯羹了 真是机关算尽啊 对了 我呀 得上恒善的去一趟 给他来个敲山震虎 免得他在功料上 又做什么手脚 对 他现在负罪在身 不能不有所顾忌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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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新房 你会是银子 你是说 这 这里 里边都是你用银标 对称的银子 好 好 累坏了吧 快 抬到密室门口去 抬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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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起来呀 快点快点快点 我随后对待啊 快点 咱们都走这儿 这儿 在门口守着啊 谁也不让进来 是 你也不要进来打扰我 去吧 这巷子我自己来 是 去 在外面守着啊 是 听话 大ions 二十八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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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自然长如研韵时以来 每次颜柯一收上来 户部就催着上脚 眼看着几百万两白花花的银子 从手里流过 却一分也不能截流 招失了心疼啊 可如今何的人手里户部情况就大不同了 你是说只要您户部上书 暗地里允许我把这客银缓交那么几个月 这客银就能为咱们生财了 我们可以多办几家钱庄 把这客银呢放进去生地 以后凡是客银在入国库之前呢 都在咱们手里先过一道 我们就财员滚滚了 神不知鬼不觉 每年就是净赚几十万两银子呀 好主意 好主意呀 不过 你说这几十万两银子 你我 当然是合的人拿大头了 合的人不便出便 闲庄的事就由我操办 以后每年给份车马费 下官就知足了 瞧你说的 行 这严苛的事嘛 就由我来操办 你放心 那就把钱庄开起来吧 合的人就是痛快之人 下官当尽快起办 那是那是 多耽误一天 这等于多耽误我们的银子 实际上是 苏大人 你的馅当尘 最近可有什么新奇的事 说给我听听 新奇的 您这一说呀 我倒想起件事来 下官在返京途中 在高碧店巧遇 内务府采办恒善恒的人 他 嗯 他在那干嘛去了 他说去保定府采购石料 采购石料 嗯 恒善离京 您不知道 哦 他是我的属下 我当然知道 我刚才一时 没想进来 对对对对 没想进来 好了苏大人 这事就这么定了 好 那你就 见机行事吧 有何的人撑腰 下官当尽快办妥 那 下官告辞了 好 不送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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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钱怎么了 刚才没经打采的 累了 不累 不累就好 拿我的帖子 连夜去趟保定 哎呀 大半夜呢 上保定嘎干什么 到了保定啊 得找徐长春 让他务必打听清楚 恒善的下落 恒善的怎么了 有人看见他 说是要去保定 采办石料 第一 我没有违拜的 第二 采办的石料 也不出自保定 他匆匆离京 其中必有蹊跷 这小子 肯定是好了伤疤 又忘了疼了 刘全啊 这次 我们再抓住他一次把柄 那横迹良殿 可就改姓和了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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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等人回来 你怎么就走了 来呀 哥 你先请 神帝 你先请 你先啊 你先请嘛 你先 你先 哥哥你别客气 你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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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嘛 你先 你先 呦喂 大老爷 二老爷 这不是礼让的时候 赶紧往里进吧 哥 你先 赶你先 赶你先 赶紧进去吧 哎呀 金娘 哎呀 金娘 哎呀 金娘 你怎么让人回来呢 你看 哎呀 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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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怎么不等着儿子 跟您启笑啊 大老爷 二老爷 现在啊 可不是哭的事儿 好多事儿都等着 老太爷和你们 拿主意呢 什么事儿啊 还弄什么事儿啊 什么事儿吧 老太子丧事儿怎么办呢 哥 你在列部报定优了吗 没有啊 你呢 哎 没有 哎 没有 你说妈也真是的 这去的可真不是时候 我刚刚在凉店上 被和珅坑了一大笔 正想从圆明园休息当中 捞回来呢 在家沮丧三年 这不黄瓜菜都凉了 我花了大把银子上下运动 才争得了一个外放的 两江总督 兼朝运总督 这本钱还没捞回来呢 朝运总督 哎 让花儿给免了 那你说怎么办 恐怕啊 只能密住发丧 悄悄地葬了母亲 你我呀 各反其之 你还得只能这么办呢 千天哥 顺儿不下了 顺儿挣足银子 给您做七七四十九天水路道场 哥 是不是 是 不行 丧葬大事怎么这样敷衍了事 你们也太不孝了 哎呦 爹 凡事都以大局为重 您给我妈丧事办的再疯过 那也是个过程而已 那给别人看的 与我们哥儿俩的前程相比 那孰经孰众 您得掂量掂量 找借口 你们俩人 贪财爱财 别人不知道 我还不知道啊 什么耽误前程 你们是想把丧丧费省下来 你们的那点小算盘 我都知道 你们不要忘了我是你爹 你们俩那一肚子坏水 我全清楚 你们不要拿我当老糊涂 爹呀 您这么说您儿子可实在是冤枉死了 您这俩儿子再也没钱 这几个脏脏费 还是不在话下呀 您别忘了 您这俩儿子不是废物 您要真想办这丧事 咱就一分不化 也办得风光体面 可是爹 您也帮我们算算 我们哥儿俩做三年棍 挣多少银子 说什么都没用 不行啊 就是不行 爹 您怎么刀枪不入我 他这事儿不是出来了吗 咱们自然里想个变通的罚子呀 你们就雇了你们自己那道小酒酒 从来就没替我想想 我 我算白养活你们了呀 您怎么了 您不是会儿好好的吗 我好 我好什么呀我 我惨到了呀我呀 你们竟想着当官 挣钱 可是你们一走 加了就剩下我这一个老头子 我可怜不可怜的我 你们要是在家也能有人陪陪我呀 爹 您什么也别说了 儿明白了 哥 咱得给爹找一个甜品房的小妾 爹 您要什么您说呀 您让我们哥儿俩打了半天眼呢 这么简单的事儿 您放心 让我们哥儿俩包了 你们可别胡来啊 我可没这意思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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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别走您别走您别走 您别走 爹 您现在同意不同意 咱们展步发丧了 那就以大局为重了 成标 不孝 不孝啊 什么 都走了 连个招呼都不打 真是说话不算数啊 真是罪恶莫过于心脏啊 我 我怎么养活这么两个儿子啊 遭孽呀 遭孽 老婆子呀 我 我对不起你呀 您说说 这叫什么事儿啊 连个横幅的管家都看不过去了 骂他们是不孝 五逆 五逆 五逆头顶 这不孝不忠 这可是大罪啊 何大人 今天我跟您说句偷心窝子的话 这回您再保恒善 可不是明智之局啊 我看您最好隔去 恒善内务府的采办之职 那隔了他 这个肥柴谁来干 何大人 您 能不能在皇上面前 推荐我就干这个财事 不过 还不是提这件事的时候啊 我这只是先跟您打个招呼 好 我的老师啊 此事不可鲁莽啊 否则容易引火烧身 那现在当务之急 需要把恒春恒善的位置挪出来 夹柴炸出来 何大人 您得想个万全之策呀 好的 对 王杰他们不是死盯着我吗 那这回呢 我就来个将计就计 借刀杀人 我大清以孝之天下 可恒纯恒善兄弟俩 竟敢不报丁忧 不肯居丧 这是犯了忤逆的大罪啊 尤其是恒善 是我的属下 我若知情不报 那就是失察之怪 你不必发愁 我来帮你 这对黑了心的贪官 刚刚害得唐锦权家破人亡 要做出这等忤逆之事 绝不能侵扰 我即刻进宫见皇上 看看皇上怎么惩治他们 那还不如我现在就去向皇上认罪呢 皇上查我个失察之罪 大不了就隔职查办 我也是罪有应得 我现在就去 你有何罪 何必受此牵连呢 既然恒善他瞒着你 你就洋装并不知情 我再把这件事 透露给王杰 就说是我自己查到的 让他联合几个御史 弹劾恒家兄弟 这样岂不是两全其美 这好是好不过有 背后利用王杰之嫌 这不向君子所为 我还是亲自向皇上禀报吧 你能这样想 已经堪称君子了 上次 上次那个叶明珠那件事 我和王杰都错怪了你 看你现在 一点都不记恨我们 那是当然的了 清理 说实在的 我非常怀念 我们跟猪鬼王杰 刚在山东结识时的情形 那时候真是无所畏惧 豪情万丈 我更珍惜 我们当时接下的情意 那情意 那情意 就像没酒啊 越酒越蠢 我说恒善怎么突然回宝定了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这兄弟俩 为了捞钱 竟犯下忤逆之罪 真是丧心病狂 对 如果王大人 能和几位御使 联名参合这两个贪官 他们的末日就到了 对 对 对 我即刻就写奏折 清莲 这件事情有没有实据 是谁告诉你的 是我自己查到的 最近你没有出过京城了 你怎么会知道保定的事呢 我保证这件事情是真的 你就别再追问了 快写奏折吧 清莲 你说实话 这件事是不是和珅 让你告诉我的 如果是 这个奏折我就不能轻一些 难道你忘了 我们都上过和珅的档了 你 你怎么什么事都怀疑到 和珅的头上了 真是小都机场 真是小都机场 我会说啊 和珅呢 他是故意的 把这个事让清莲知道 他要干什么呀 他就是想让你出面 弹劾恒氏兄弟 干什么呀 他好于翁得利 来霸占 恒氏兄弟的良殿 他基于恒山的良殿 已经很久了 那我们怎么办 如果弹劾他们吧 郑重和珅的下怀 如果不弹劾 那 那岂不让汤官无力 逍遥下来了 哎 我们啊 将计就计 他不是想让你 弹劾恒氏兄弟吗 我们呢 就是不弹劾 那不是便宜了 这帮贪官无力了 哎呀 好 这回一定要让和珅哪 心惊肉跳 哈哈哈哈 不弹劾 武逆是什么罪啊 那是杀头的罪 当今皇上 罪讲究孝道 以仁孝治天下吗 他了人家最恨那些武逆之人了 自套了人家登基以来 凡是犯了武逆罪的 没有一个不被砍头的 如今 王杰要在皇上面前弹劾你 老弟啊 你的死期不远了 何大人 您老人家给我想想办法 救下官一命吧 这话你早说呀 现在晚了 真的是太晚了 你想想 王杰就要在皇上面前弹劾你了 我就是想救你 我 我心有余力不足啊 何大人 这京城里就没有您办不到的事 我给您十万两银子 您就救救下官吧 瞧你这话说的 你内务府一个无贫财办 那条命就值十万两啊 你太小看自己了嘛 何大人 那您说 我得得多少银子呀 我实话告诉你 我一两银子都不要 我只要你在京津地区的 那十几家粮店 何大人 那不成啊 那十几家粮店 是你的命根子 命根子对不对 你这个人太不识道了 一逗就把实话说出来的 你呀 宋客 何大人 何大人您息怒 那十几家粮店 我 我就 我都给您了 行 你还算个明白人 不过口说无凭啊 这 那 那我给您立合自觉 好 来人哪 笔墨伺候 笔墨伺候 来 把这个收好啊 明儿啊 你就去接管这十几家粮店 这 怎么了 老弟 你哭什么呀 别别别 哎呀 命保住了 你应该高兴才是啊 别哭了别哭了 好了好了好了 你呀 即刻赶回老家 给你母亲住手去吧 我母亲呢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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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动动脑子 动动脑子 你好好想想 王杰呢 在皇上面前参你五年 皇上必然得派人 到你老家去查看一番吧 到你一看呢 你母亲平平安安的 待在家里的 此事 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呀 哎 何大人 这招全实公平啊 哈哈哈哈 还有啊 这样呢 我还可以参王杰一本 告他诬陷于你 不等于为你报仇了吗 多谢何大人 何大人 何大人 您这是下官的再生父母啊 别这么说别这么说 你呀 赶快回去安排去吧 好 来 谢谢何大人 谢谢何大人 告辞告辞 你走好啊 走好 好啊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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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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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呢 女儿 这让你生气了 你还问他 怎么说是我 你刚才是不是抢夺了横山的十几家粮店 不是抢夺是他自愿送的 不管是多是强 那十几家粮店现在是你的了 老爷 我们是缺吃的还缺穿的 我们要那么多的粮店 那么多的银子干什么 驴肉糊涂的时候 我的圈尺烧穿 我没有现在这么多的产业 我们一起饮食做法 过得有多舒心 可是我并不舒心 驴肉 你刚才提到驴肉糊涂 你知道驴肉糊对我意味着什么吗 是耻辱 是伤心 那些人家 人家穿的是绫罗绸缎 我却是破离来山 人家吃的是山珍海味 我却是粗茶淡饭 人家是朱光宝气 我却是一身穷酸 我也是七只男儿而已 我凭什么要在别人面前第三下四 我凭什么要在别人面前第三下四 就因为一个字 穷 穷 可怕的穷啊 有什么可不得字要的 有这种 这种滋味 只有我自己知道 最让我干得屈辱的事 驴肉 你还记得吗 你第一次迈进我们何家的门 就是在那驴肉糊涂 你来了 你知道当时我是多不高兴 可就在这个时候 债主子登上门来 她的登门套窄 把我的家不大的满脸是血 把我穷力还债 是你啊 拿出自己的手势替我递债 月阳 但是我感谢你 可是你知道 我还有另外一种滋味 那就是无地自容 那就是无地自容 从那一刻起 我就对天蒙絮 我要千方百计地挣钱 我要一穴前耻 我要一穴前耻 我要让我心爱的女人 封依族时 永不受穷 我不在乎身前身后的什么名声 我此生别无所求 我要连尽人间财富 享尽人间荣华 你终于说出了你的心里话 我好害怕 我好怕 月瑶 月瑶 你怕什么呀 怕什么呀 天塌下来有我顶着呢 月瑶 咱不怕 月瑶 不怕 不怕 吴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吴皇万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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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奏皇上 恒善丁忧不报 陈王杰要弹劾和珅和大人有失差之罪 把奏折承上来 折 和珅 恒善是你的属下 他做出此等忤逆之事 你却有失差之责 皇上 奴才知罪 不过奴才也正要弹劾 和珅 此时弹劾 你纯属临时报复缴 你这是推卸责任 看来你还不是认罪的 奴才不敢 等皇上看了奴才的奏折就明白了